花蓮山区还有多人受困 国军跟警消出动搜救 但由于余政不断 还有不少落石 只能够徒步挺进深山 前天上午搜救队前往九区洞 把骨折的伤患背了出来 其中一名搜救队员 还是当年八八风灾 家务似英雄之一的赖梦传 这一回再度挺进灾区 跟时间赛跑抢救人命 搜救人员全副武装头戴安全帽 背上厚重的装备 小心翼翼穿梭在沙底碎石间 愚政不断就怕见先性落石不长眼 搜救队员不忘抬头查看情况 放眼望去沿途近视落石与坍塌 山壁满目疮痍 一旁就是身不见底的河谷 怪手清理大量碎石 现场犹如末日的景象 触目惊心 搜救队快攻从175公里处徒步走 一小时进入九区洞 找到受困的游客 其中一人遭落石砸中脚步 开放性骨折无法行走 立刻就地取材 以树枝与头戴组成原住民常用的 简易背负戏架 将伤者轮流背出灾区 而其中一名特搜队员 就是巴巴封在家木四英雄之一的赖梦传 曾经有梁山特寝服役的经地 这回再度投入救援行列 其他八人在特搜人员引导下下山 纵使满地都是碎石 搜救队人不为艰难 带领灾民一步一步往安全处行走 换连强政山区多人受困 中央灾害一面中心出动国军 警消等搜救人员上千人 还有多台车辆航空气等前往救灾 在九区洞应有搜救的画面也曝光 我们人员有一组人是以步行的方式 去九区洞去接触那些人 那其实沿途的路线车辆是还是无法通行 余政不断搜救人员与时间赛跑 冒着落实杂人的风险挺进灾区 要尽快找到其他失联及受困的民众 接欢连综合报道 花连强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 沙卡当步道内还有游信一家五口 在内的六人失联 昨天早上已经寻获其中两人 是一名女性 另外一名则是性别不详 但都确定不幸罹难 下午之后余政也不断 让救援行动速度暂停 特搜队利用机具 努力把巨石顶起来 要把被发现的两人给救出 余政不断 远方的山壁吐石扬起黄色烟尘 再次崩落 比人还要高的巨石就在身旁 搜救人员挺进沙卡当步道的崩塌区 搜救人员身体六十度倾斜 一边抓着边坡落石支撑 一边牵着搜救犬 缓缓滑落下方灾区 酷大搜索 因为还有其他失踪者 无奈现场飘起雨来 加上一波接着一波的余政 搜救任务速度暂停 搜救人员在五号早上 成功巡获两名受困在沙卡当步道内的失联者 发现时被巨石重压 五生命迹象 而失联游信的一家人老母亲 也在一早前往前进指挥所 祈求他们平安 感谢各位记者们 跟搜救队的人 打开脸书 一家屋口到沙卡当步道散步影片 泪水再也止不住 因为一家人三号为了扫墓 从台北返乡回到花莲 顺道先去太鲁阁走走 没想到当天遇上地震来袭 五人从此失联 沙卡当步道的这个入口 可以看到毁损真的非常严重 而且到处通通都是落石 我们在爬的时候 那个左前方的山壁 一直有那个大面积的吐石 这样落下来 如果依照这个天气的话 救援程度会越来越辛苦 因为那个天气不稳 然后它地形会怎么下 搜救人员持续利用多种机具 加速救援 但午后愚症不断 环境变得相当险峻 为了搜救人员的安全 先暂时到安全区域待命 等待边坡稳低后继续搜救 就会能尽快巡获所有人 记者花莲组合报道 花莲强震过后 桃园机场捷运轨道下方 出现了两公分位移 机节在低时间 以时速20公里减速慢行 相关单位利用线形调整 目前机节已经恢复正常营运 但前地震策报中心主任 郭凯文就示警 在嘉义的梅山断层 从1906年错动至今 已经相隔120多年 未来的50年 梅山断层发生大地震的几率 恐怕达到50% 而且如果以广义的梅山断层范围来看 嘉义高铁沿线包含 蒲子 新港 太保都在范围之内 现役高铁行经嘉义断时 最好放慢速度 强震过后 桃园机场捷运轨道下方出现位移 机节一度以时速20公里慢速行驶 据了解位移点在机节A18站到A19站之间 有专家分析是在钢轨下方的香梁 位移约2公分 桃园市府急派人抢修 在钢轨三轨处利用线形调整 完成校正恢复正常运行 轨道是用那个轨枕 它们可以调动 阳光的部分其实都在可隆起范围内 所以它只要调整那个轨道就可以了 而这回花莲强震过后 也震出国内其他断层隐忧 在花莲强震发生前后 嘉义地区也有地震发生 位在嘉义地区的梅山断层 从1906年错动至今已经120多年 前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市井 未来50年梅山断层发生大地震的几率 恐怕达50% 梅山断层是向西沿到那个新港 那去年新港也一直在地震 我当时就建议高铁经过那个新港 那个嘉义那个铺子太保 这一代的时候应该稍微减速一下 郭凯文也提醒高铁嘉义段要特别留意 如果以广义的梅山断层范围来看 嘉义高铁沿线包含铺子新港太保 都在范围之内 建议行经嘉义段时最好放慢速度 避免出现剧烈摇晃 造成出轨意外 嘉义地区四月份的时候 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规模四以上地震 多于政府要去注意加强就是检查 高铁的一些状况 地震对于交通运聚的后续影响 相关单位得严加戒备 接下来台北嘉义桃源综合报道 花莲发生强震 台湾各地都传出灾情 对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在联合国会议上 向台湾震灾的受害者致议 结果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 却直接代表台湾表达谢意 对此我国外交部严正抗议 痛批中国利用台湾震灾 在国际上进行任职作战 美方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在联合国安理会议期间 对台湾地震受灾民众致议 不过轮到中方代表发言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 强调已经对中国台湾地区表达慰问 接下来说的话让人傻眼 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 直接替台湾感谢国际社会 纽约时间三号联合国安理会议 各国代表正在讨论儿童与武装冲突相关议题 没想到耿爽突如其来的这番话 引发我国外交部严厉谴责 严正谴责中国利用台湾震灾 在国际上进行任职作战的无耻行径 中国趁花莲地震天灾大吃台湾豆腐 一边说愿意协助 另一方面共激扰台 没停过持续破坏台海和平 玩两面手法 好意思公开说代表台湾感谢大家 这种表现就已经不是虚伪可以形容了 简直是恶心 趁台湾之为吃台湾的豆腐 台湾大地震国际社会都关注 相较于其他国家用实际行动持缘 中国利用台湾天灾进行统战 实在不安好心 记者沙瓦城萧日生台北采访报导